不用烤箱也不用打蛋器 这样做好的小面包 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这会儿比蒸馒头还要简单 先在盆中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50克白糖 一包奶高糖酵母粉 20毫升食用油 60毫升的温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白糖融化 所有的食材分合在一起 然后加入约370克的面粉 充分的搅成面絮状 再下手揉成面团 多揉上一份 最后像这样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饧花到两倍大 看一下花好的面团 里面全是小气孔 拿出来再揉一揉 排排里面的气泡 这样也能使做好的小面包 更加的蓬松渲染 擀成一张厚厚的圆面饼 厚度约1厘米即可 再用合适的工具 把它压成一个个的小圆饼 都做好以后 再饧上10分钟 醒好的生胚 用手托起来轻飘飘的 就可以了 油温五六层热时 开始下锅炸 炸至一面上色 换面 全程用中小火慢炸 直到两面都炸成金黄色 就可以吃光了 好吃的小面包就做好了 色泽金黄 蓬松又渲软 吃起来免软香甜 一点也不腻人 做法也特别简单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私做一下